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而且是启用最高级别的特派检察官机制 为保持独立信 调查报告将直接送打检察厅总长手里 最后 李章俊宣布特派检察官人选是黄史木 在场的人都惊讶地望向那个平日沉默寡言的普通检察官 话不多说 本集开始于一场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任免会 黄史木被选为特派检察官 另外还有一件是要宣布 李章俊自上任以来出了不少事 他心中愧疚 为表歉意 他决定辞去检察长一职 黄史木被选为特派检察官也在情理之中 而李章俊辞去检察长一职则在意料之外 部长对李章俊的做法非常不满 要负责的话就在那个位置上负责到底 中途退出算什么 检察长就那么一文不值吗 西部地检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可黄史木却不管那些 他在乎的是凶手 只要能抓住凶手 检察长是谁 对他而言并不重要 特检办公室将设在中央地检 黄史木可以先开始组织调查小组 永恩秀则早已迫不及待 而徐东仔就不好过了 黄史木有了特权 第一个调查的肯定是他 徐东仔关上门把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装起来 完事后一脸淡定地打开门 黄史木拒搜 他趁机来到厕所 把东西藏进水箱 然后躲在隔壁 黄史木的人赶来 可什么也没找到 另一边 黄史木收拾好东西准备去中央地检 调查小组的人选 黄史木已经搞定 两位助理 尹试员韩如真 金浩谢之前收过徐东仔的钱 尹试员调查过黄史木 而金正本自从出事后就频繁出现 黄史木果然与常人不同 敌人留在身边 调查小组就这样正式成立 黄史木公布第一个嫌疑人徐东仔 2003年 蒲武城酒驾肇事逃逸 被徐东仔已无嫌疑结案 这就是整件事的起点 韩如真去拿当时的案件报告书 张建负责去蒲武城 招待别人的饭店调查 尹试员负责帮蒲武城运送资金的人 金正本则是门面担当 负责明天的记者发布会 金浩谢负责调查蒲武城的银行账户 大家各司其职 李章俊突然上门拜访 总长要见黄史木 令人意外的是 李章俊竟然亲自为黄史木整理衣服 总长对黄史木非常满意 出来后 李章俊也邀请黄史木去家里吃饭 小组其他人都一起去了这顿饭 他们不知要面对检察长 还有检察长夫人 检察长夫人可是绝对的豪门 搞得他们有点坐立不安 这还不够 检察长的岳父是林允范 首居一指的财阀 想好好吃顿饭 显然是不可能了 黄史木带着大家离开 回去的路上 大家聊着各自的事情 刚刚检察长夫人问大家孩子的事 尹氏园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 是因为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不是没生孩子 而是孩子死了 幼儿园交游的时候 一场交通事故带走了尹氏园孩子的生命 尹氏园还为此停止了很长时间 另一边 黄史木回到办公室 他把白板转过来 原来背面才是他调查的结果 今天又得在上面加一个人 李章俊的妻子 他也不简单 事情现在错综复杂 他还没理出头绪来 不知不觉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永恩秀来还衣服 怕他着凉 就帮他把衣服披上 然而不小心发出声音 把黄史木惊喜 这里是特检办公室 所有资料都属于机密 他让永恩秀立刻离开 可永恩秀不甘心 为什么不让他进特检 他也想加入 而且特别想 黄史木当然知道他的想法 有热情 也够努力 还会为了抓李章俊竭尽全力 但对不起 这里不是用来解恨的地方 小组其他人回来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被人撞破 场面有点尴尬 永恩秀转身离开 在李章俊家 那顿饭什么也没吃 大家都饿着肚子 所以就买了点东西回来 永恩秀到底什么情况 黄史木不说 他们也不敢问 经过一天的调查 大家都有所收获 赵氏逃逸的目击者 刚开始指认了蒲武成 可一夜之间就推翻证词 蒲武成经常招待别人的那个饭店 突然被税务局查封 黄史木又交给张建一个任务 护送一位关键证人 永一才的妻子 也就是永恩秀的母亲 永一才收钱的是 他也有责任 当时正好过节 所以很多人送礼 对方送来一个箱子 他以为是水果 没有在意 永一才回来 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箱钱 箱子上贴着名片 永一才立刻打电话 让男人把钱拿走 这就是整件事的经过 徐东仔也被传唤 徐东仔对所有事都矢口否认 没证据说 什么都没用 隐事员拿出照片 徐东仔这下傻了 原来 他在厕所藏的东西 被金号蟹找到了 当然 这件事是黄史木的主意 黄史木知道 他不会轻易就范 所以才故意给他 留时间隐藏证据 为了不引起怀疑 只让助理拍了照 没把东西拿走 徐东仔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下不敢嘚瑟 楼下都是记者 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 他不想坐电梯下去 面对记者 想走楼梯安静地离开 收受贿赂的是被坐实 他受不了打击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另一边 李章俊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却突然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永逸才 他对永逸才一直抱有敬畏之心 永逸才这次是来警告他 祸不及家人 这三年来 永逸才一直替他们保守秘密 那个秘密 他会一直带进坟墓 希望李章俊他们也能信守诺言 黄史木虽然已经开始调查 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开口 他希望李章俊也能把这些话 转告给李允范 李允范让手下调查过 黄史木的小组 他关心的不是调查进展到哪一步了 而是黄史木这个人 黄史木总给他一种不安的感觉 与此同时 韩如珍和张剑找到经常拉金家英的那个司机 从他那得知 去年夏天把金家英送到酒店后 他肚子疼 进去上厕所 正好看到金家英在大厅打电话 他想着对方肯定是个有得有脸的人 万一用自己的手机 被查出来的话就完蛋了 他们来到那个酒店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金家英来这里的次数还真不少 另一边 尹世元突然向黄史木坦白曾暗中调查过他 虽然很抱歉 但他也没办法是上头的命令 调查结果他汇报给李张俊了 崔英也突然交代 金浩谢虽然收了徐东仔的钱 但一毛都没花 全交给他用来补贴搜查费用了 徐东仔一直怪他只拿钱不办事 金家英那边也有点眉目了 他每月都会去那个酒店几次 每次入住的时间都是周一 不过具体是跟哪个男人见面 就不得而知了 酒店费用全是用现金结的账 陈文日报那边也打听过 关于爆料者是谁 他们好像也不知道 这次的是有点奇怪 他们明明知道西部地检的检察长 是韩祖集团李允范的女婿 可那种爆料还是被放了出来 他们一直都很保守 这次却一反常态 唯一的可能是陈文和韩祖有仇 韩如真和黄史木秘密会面 传唤永一才妻子的事 连他都不知道 他不理解黄史木为何要保密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 有必要这样吗 黄史木当然有他的用意 传唤永一才妻子的事 他不想被李章俊和韩祖集团的人知道 不想让李章俊知道 韩如真理解 可这跟韩祖集团有什么关系 原来 普武城曾拥有韩祖集团的股份 金额达到数百亿 黄史木的目标不只是普武城的案子 他要把背后那些人全部连根拔起 否则还会出现第二个普武城 黄史木让韩如真调查过金正本 但是没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至于其他人 黄史木基本上都排除了嫌疑 他要金浩谢去厕所找证据 金浩谢没有给徐东仔通风报信 而尹氏员也主动向他坦白 黄史木这种谁都不信的性格 让韩如真也非常敏感 他也不知道黄史木到底信不信他 说不定正安排别人再调查他 黄史木当然不会这样 他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韩如真了 另一边 徐东仔从楼梯上摔下来以后被送往医院 金浩谢在这里看着他 徐东仔被传唤后 部长成为了黄史木的下个目标 选黄史木当特检 就是看中了他这边 不在乎职位高低 只在乎对语错 这才是办实事的人 医院那边金浩谢一觉醒来 徐东仔竟然不见了 从医院逃跑后 徐东仔直接去拜访李允范 现在能救他的只有李允范了 李允范是什么人 这种小虾米他根本看不上 可徐东仔的一句话让李允范动摇了 他知道李章俊还隐瞒了一些事 另一边 除了徐东仔逃跑 医院还传了一个消息 金家英醒了 意料之外的辞职 带来了兴起之秀 虽然平时普普通通 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把周边的人都烧了一遍 突如其来的升职 虽然让大家意外 但是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位新上任的特检官 悄然间试探了所有人 这心机也是让人佩服了 看来是金子 真是哪里都会发光的呀 顶头上司虽然辞职 但是背后的事例可是不容小觑 不知道辞职后邀约的晚餐 会让新上任的黄史木 由此发现些什么 另外 徐东仔抱了一条大腿 那究竟会不会是不是救命到草呢 一个关键人物金家英的苏醒 又会让多少人紧张呢 更多精彩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